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丈夫从此了无牵挂 果然一心在战场杀敌 而井上千代子也被天皇当作模仿女英雄大肆表扬 搞得日本当时许多富人都跃跃欲试 想学习井上千代子自杀算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变态 其实还有比井上千代子更加变态的 一个叫中村英子的妇女 她丈夫在侵华过程中战死了 作为一个女儿 他也想为天皇贡献自己的理想 但自己力量太弱小 又不能上战场 怎么办呢 最终中村英子想到一招 比井上千代子的自杀更加变态 日军上前线作战 身心压力都非常大 经常需要释放压力 日本为了照顾士兵的压力情绪 专门设立了卫安所 一般是把关押女俘虏的 看过纪录片二十二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 而中村英子为了想天皇尽忠 丈夫战死后 他竟然主动要求进入卫安所 用自己的身体为圣战做出贡献 他不仅自己要紧卫安所 他还要带上自己的女儿 虽然女儿当时只有十四岁 但为了给天皇尽忠 也该有所表示的 就这样中村英子母女进了卫安所 尽管他一心想卫天皇尽忠 可他来到卫安所上班后才发现 这事情真不好做 因为每天都有士兵在门外排队 每天除了六个小时睡眠 剩下十八个小时都在工作 中村英子十四岁的女儿也一样 他跟着母亲来到这里 面对的将是不一样的生活 虽然他每天都咬牙坚持 可毕竟年龄太小 后来他终于追悔莫及 他母亲也真能下血奔啊 连自己的女儿都豁得出去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 而且中国从来不侵略他国 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二战时日本人的思想 对于这些日本妇女的行为 被天皇思想洗脑后 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